婆婆媽媽在市場仔細挑選雞蛋 一次也不敢買太多 因為從十二號開始 每台金的蛋價又漲兩塊錢 卻但好一陣子的 現在又漲價 讓消費者大喊吃不消 而從去年十一月 市場端的蛋價就開始飆高 農委會為了保護消費者 動漲雞蛋產品的價格 維持在每台金三十四點五元 但是因為飼料運費不斷上漲 政府要強制蛋價不能漲 導致蛋農不願做賠本生意 生產意願低 才會造成缺蛋 為了解決缺蛋問題 農委會主委陳集中 特別到彰化方苑 找蛋農座談 決定蛋價解凍 產地的價格 從每台金三十四點五元 漲到三十六點五元 批發價將從每台金的四十四元 漲到四十六元 並且補助飼料成本 每一台金三元 希望能夠解決蛋荒 委會的每台金獎勵的三塊措施 持續到二月底 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能解決缺蛋 但農說過年時蛋量需求大 卻動漲價格 大家都哀哀叫 現在漲了兩塊 雖然多少會有幫助 但還是希望能夠回歸市場機制 不過農委會認為目前不但調整的價格 加上飼料持續補助 對玉米大豆等飼料 也減免了5%的營業稅 應該對於相關的產業鏈都有幫助 因此調整價格後 將會觀察到二月底 看能不能解決市場缺蛋的問題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